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哥, 什麼? 八年貨這些又雙元氣又勞選奸關的 高危活動 為什麼你不找阿水和金城安幫你呢? 為什麼你就是要找我幫你呢? 你聽著, 因為今天你放假 第二, 這些好東西是你吃得最多 那是不是你應該幫忙拿的? 好… 黃小元 師父, 仁哥 你買金嗎? 是呀, 我在吳多角那邊 有個好兄弟快要結婚了 所以就買好兩兩金來送禮 一兩就給我好兄弟的 另外一兩要給那個梅隱 這麼厚禮?你跟那個梅隱很熟嗎? 我不認識他 因為我們小時候族的人口越來越少 所以如果有個梅隱 幫我們談得成婚事 依我們的族禮, 每個族人 都要送一兩金給那個梅隱做禮事 如果生了小朋友的話 每生一個就多送兩兩 不是吧, 你們粉西侄族 總共有多少人口? 三千人左右 現在的黃金是兩萬多銀 那真的要六千多萬 一個不故意生一個兒子出來 過億而已 過得豈不是好過幾十次綠合彩? 也可以這麼說的 如果我無人勁的話 開金舖也行 你們先睡一會 拖駱舅舅舅, 你這樣催我都沒用 我還未有喜歡的人, 怎麼結婚呢? 拖駱舅舅舅, 我現在正在做事 不跟你說了, 再見 拖駿, 你是不是愛上了我? 不如你死了一條心 你這個舅舅這麼緊張 就隨便認識一個女朋友吧 其實來香港這麼久 也有很多朋友介紹一些女生給我認識 不過不是很合閑緣的意思 緣份那些東西, 等我天下辦 師父, 我還有些東西要買 強哥, 我走了 好… 再見… 算了吧, 阿光 這個阿遠又古叔又古伯 你想賺他的封什麼梅人麗士 難過登天嗎? 不是吧?你想賺阿遠的封梅人麗士? 不要這麼大聲 哥哥, 你有沒有聽過 不做宗、不做寶、不做門 不做梅人的三代好 你先看看他吧 阿遠, 氣餐到了 喂, 奧仔 不用 息無定事 沒一口正氣的飯下肚子, 很可憐 奧仔, 幫我拿鹽來吧, 麻煩你 這件衣服破壞了, 沒人幫他做 是呀 什麼?他生病了也沒人服侍他 不斷自己搬幾粒就算了 阿龍先生, 我馬上回來了, 再見 奧仔, 稍後給錢 一個電話而已 他連那口飯都吃不下肚子 你說多可憐 所以想辦法幫他找一個好的女孩子 讓他有家庭溫暖之餘呢 我又可以金銀滿屋 你說是不是雙贏局面呢? 你會不會想太理想 在哪裡找個女孩子出來呢? 天下女子, 何其多 我已經找到一個好的辦法 幫我找個好老婆 金剛門去照除那些美顏健康拳 免費招生一下 英俊, 導師, 親壽 還要登上阿遠那張照片出來 你想引那些女孩子上來報名 讓你免費當媳婦那樣選擇 貢貢還不斷叫我在網上廣傳 但我始終覺得這樣招募化 像是行騙多一點 什麼行騙呢? 我金剛拳真的有這個行器活血 養顏的功效 而且找阿遠來做教練 第一, 可以練拳 第二, 可以培養他們之間的愛情 那就是雙贏的局面 謝謝 謝謝… 我們看網上廣傳來報名 歡迎… 很簡單的, 麻煩填上登基的表格 寫一寫你們的名字 我認得你, 沒見過之前 你曾經學過金剛拳嘛 是呀, 但是之前我沒有行心 就不知道是補 所以現在來學習吧 阿遠就補, 有他我才來 那我們什麼時候可以上課? 是呀…阿遠呢? 不要這麼急著 是要通過我們的考試才行 考試? 魚?中央?懶衫? 搞什麼? 我要考你們 劏魚的時候手法是否考妙 補衫的時候細不細心 煲藥的時候又沒有這麼耐性 因為學我這門功夫 三樣二號素, 缺一不可 來吧, 開始 那天真是很緊 你這樣來考他們家庭嗎? 要不是這樣考 又怎知道誰適合做阿遠的老婆 所以說我這副梅仁利士 不是亂賺的 就由我實在說 就會想看你 我實在是說, 真是想看你 你要去看我 現在去看我 真的要怎麼做? 我也是想看我 還有我 你就是看我 不是, 我也是 不是, 你是想看我 他會來收檔,他再來 等等 你握手? 你別以為我找了索斯尼報名 我想精一求精學多索斯尼報名 別收他…很快 好 I'm so sorry 截止了報名,明年再來 請回 你們有說過何時截止和有限人數嗎? 拿出來看看 沒有的話,我就會報這個方張西莫 是嗎?這麼多說過很快 有他效果,他一定是壞的 沒問題,只不過我們的規矩是 你要通過我們的考試才行 考試? 沒錯 完成了 自從我被朱玲玲拒絕了我之後 我就專心研究船影 還學會了很多東西 現在我還會整車搭棚和銷行 要你考我嗎? 不用…你可以來學了 但我當然不想學了 為什麼? 因為我懷得這件事伏伏伏地 師傅 勇哥,安靜 勇哥 師傅,我剛剛聽陳詩仔說 說你寧妹妹開班授徒 但入我代交,究竟發生什麼事? 師兄你好,我是光臨拜師的 李莫愁師妹,世紀,欽敬 力從心法,左手為刀,右手為劍 勇哥,你的手是錯了,在這裡 師兄,你真的很細心 師兄,我這個沒有學上的迷途小高揚 都很需要你的指點 那我們繼續吧 來,剛才去到這裡嘛,是不是? 是 然後轉身 出 之前來臉事的那群女孩子摸過合格 確定比差,比兩人還差 現在就看看她們兩個 誰可以跟阿遠拆出這個愛火花 阿哥 阿哥,你這麼說,你們好像在做任務 我不管你 我拿去 給我玩 好了,今天到此為止 你們之後多抽點時間練習就行了 知道了,師兄 師父 不好意思,大龍先生突然說 叫我明天陪他去澳門 所以之前答應你買個吸塵機 幫你大掃除 還有去綜紅幫忙 看來約定的時間,我來不了 不要緊,你做事重要嘛,有的 不行,師父 師為父,言為信 我的意思是說 我從澳門回來之後才幫你 師父 嘉美,什麼事? 我特地買了一盒五寶飯給你 你真是細心,謝謝… 還有,昨晚聽你說 不是說想買一部吸塵機大掃除嗎 所以我用了個綜合 拿了雙接龍電器部的五寶一位卡 給你買吸塵機 我還拿了很多清潔用品給你 謝謝,真是謝謝 老叔,下午我想拿假 跟女兒和老婆去玩 怎麼搞的? 大力已經請了大假了 如果你也請了假的話 我哪有夠人手送貨呢? 我幾個月沒放過假了 我老婆是炸營的 我下午拿不到假,一定會離婚 你… 小力,你別這樣難為根叔 勞之雙方是同一條船 你這樣把老闆的船弄回 對大家都沒意思 不如你想想,過了你的房子吧 來吧 好了,我跟老婆說 我去水托家 是嘉美 你真是可以的 是呀,我下午安排 不如你把你家的鑰匙給我 我可以放下清潔用品 送給你收拾好… 辛苦你了 不辛苦,自己人是應該的 好,再見 再見 師父,你沒事吧? 沒事…幸好你在這裡 你怎麼突然會上來? 我知道你想要一部吸塵機 買上來給你 謝謝… 還有,我知道你年尾要賣帳 剛好我讀正船 所以幫你寫了一個 超級無敵老闆永遠視贏家的程式 有了它 就可以即時計算到那班司機份量 假期,誰遲到早退和誰送錯課 到時候會自動扣他糧 就不用跟他吵架了 行不行 這裡顯示一個叫勢力的司機 經常遲到早退,送錯課多 這個人一定要嚴懲 姜叔,開工,下廁有哪些單位 勢力,你… 你就是勢力嗎? 什麼事? 姜叔緊張你吃的蛇王吞坡 要即時扣他糧 姜叔,你好說勞資相關一條船 那你真是反我看 你真厲害,我下午赤病假 Sir… 別說了,別拿到家的鎖匙 我幫你拿一部吸塵機上去 快點 姜妹隨意猶濟江 李莫愁萬鈞莫敵 真是難選,難選 師父 阿遠,是… 對了,阿遠,我問你 他們倆學得怎麼樣? 他們還不錯 不過他們不像是練功,像是相提 女孩子是這樣的 對了,阿遠,我問你 假如在兩個之間選一個做老婆 你會選誰呢? 他們倆各有好壞的 不過我跟他們倆也不算是心交 而且我跟Cammie早就認識 李莫愁又剛認識 現在網上券團的話 我覺得對李莫愁是不公平的 這樣… 為什麼你突然這樣問? 沒有…我隨便問一下,隨便問一下 你說是不是搞貨? 問問爸爸 什麼事?什麼事? 爸爸,我們樓下的時候 說樓上有人扔了床單機布進去 怎麼搞的?哪家人? 這麼沒功德心 就是我們洪家人 你看看,這張是你的房間 你做我的 你去找我 高空站和犯法的,金叔 我也不知道 現在我正在廚房裡煮糖水 那是誰訂的? 我怎麼知道? 原來是… 你不要搞的,你不要搞的… 你不要搞的… 師傅 阿媛,謝謝… 謝謝你送走他們倆 謝謝爸爸 爸爸,原來你為了貪那幫梅人大利 就惹了兩隻女鬼 還搞得家裡六國大風上 還有,但六千三百萬真的很吸引 吸引你這個臭小子嗎? 周下,扔了我的頭就痛了,大哥 怎麼說話你們都不明白 我只是希望能夠幫助阿遠 早點成家立室 震慶他們粉絲族的人口 你說聽起來是不是一個很偉大的事業 又要幫弟弟買了床單被鋪 不過不要緊 只要做了整個門人,什麼都賺回來 阿遠,你在這裡幹什麼? 師傅,這麼巧,坐吧 又買金?你又有朋友結婚嗎? 不是,師傅 我兄弟的場婚事已經過了 現在不用送了 就拿些金,打算去金店回收 好了,我正在檢查市價 你兄弟的,什麼事摸了? 是梅隱,同行家爭生意 還大打出手 所以我們族長今早出了一個通告 說每人送一兩金給梅隱的習族 從今年年三十晚後就取消 以後隨意封禮事就行了 我先放了些金 好…今年二、三十,豈不是很快脫肚 好,隨時沒有建材化水 不是了,一定要想辦法 快快去促成他們這頭的婚事 浪好一點就行了 稍後你莫愁他們上來練功 練得太高興,東西都飛了下去 搞這麼多幹什麼? 你這種態度 出來做事怎會成功呢? 你現在只顧著看劇 是否因為梅隱,利是少了 所以你又放了? 我現在看的這套是Terry主演的 《天若有梅隱》 我在這裡看看有什麼招式可以偷 這麼厲害? 來 Dee,你說對我沒感覺嗎? 為什麼你這麼危險 在大傻哥那裡救我出來呢? 我救你?是處於道義 你走吧,別管我 不行,我還在這裡照顧你 很痛嗎? 那我… 好… 爸爸,我已經是你的人了 既然天若要我們在一起 那我們就結婚吧 好 你的劇情好像很流 編劇一定不是媽媽,對吧? 那倒不是 當初是因為我開車出了以外 受了傷 那你婆婆就想來這裡照顧我 照顧一下…我們就結婚了 她想不到你受了傷也這麼頑皮 阿遠也曾經跟我說過 她說如果阿天是安排要她結婚的 她也不會抗拒 但是我怎麼做才行呢? 沒理由故故庫得囂傷阿遠 然後就… 前提是要躁哥受傷才行 但是他武功那麼高 你很難受傷他 這倒不是,他也沒有知道 你這個世界上 沒什麼人能抑制得到我這一掌 別動, 別動 桃園哥…你沒事吧? 雯仔…他醒了, 醒了 師父, 桃園哥, 你沒事吧? 很痛 阿遠, 你真對不起 我不知道你在床單後面 對了, 不如送你去醫院, 好不好? 師父, 你不用怕 聽著, 我之前在草原 經常被山羊兜心口撞過來 只要我等人運工 用草原洗水經來治傷就沒事了 那就好了 你剛才在犯, 怎麼能把桃園哥受傷 現在讓你不打不撞就能做到 你打算跟計劃, 叫你莫守規定 我弄了他受傷, 已經很內疚 所以我想過 我不應該為了一封梅人勵士 而誤人眾生 你能夠回頭是岸 衛師真是很感動 真是化核金光掌 妹妹, 伯父 幹嘛收我門? 誰在我的房間? 幹什麼? 桃園哥 他受傷了 他在運工要找傷 不要騷擾他了 我想要回來拿相機 今晚去拍劉聲宇 真是傻瓜 拍在年尾的時候, 綽紅很忙 你幫我打電話大妹們 一起回來幫忙, 快點… 很重 我再說一次 我只是那個組合 為什麼要把我拉下水 其實, 組合只不過是匿名 爸爸一早就當他自己人了 有份幫忙是福氣 所以你和我們全家都是福 你看爸爸, 他有多擔心 也就是, 為什麼他出手這麼重呢? 不知道我應該沒有方法自己去治療 師兄, 我知道你受了傷 你沒事吧?我特地來看你的 我沒事, 你有心 那你吃東西了沒有? 我買了一些粥給你 對, 為什麼你會有鎖匙進來? 上次我說幫根叔撿屋 他就給我一條鎖匙 謝謝 今晚會有流星雨 阿遠一定很害怕 到時候就是我攻佔他的好機會 劉星雨 阿遠, 我知道你很害怕劉星雨 讓我用我愛的身體幫你握鏡 李莫愁 哥哥, 你別這麼擔心, 行不行? 其實我訪了一個網絡鏡 我開來給你看 對, 那你就讓你安心一點 怎麼會這樣?什麼?看看… 搞什麼?那兩個女孩子 沒有鎖匙怎麼進屋的? 那是我給他們鎖匙的 你又怎麼進來的? 沒有, 我送了一部吸塵機給根叔 順手說幫他拿上來 他給了後備事, 我就能進來 你看, 你好像很害怕 不用怕, 有我在 鬼徒, 原來你不是害怕劉星 那就糟了, 今晚有劉星雨, 哥哥 康遠有劉星雨恐懼症 到時候他害怕得沒有反抗能力 就對了, 還害怕不懂得動 你今晚還不是我的嗎? 阿遠被人拉走了 快點…救他, 快點 阿哥, 在打架 你怎麼搞的? 你怎麼搞的? 這個男人神經病, 疼他兩口就打到我這樣 我十世保男人, 但不要要你 對不起 你又怎麼樣? 你怎麼走? 讓我… 你這麼小的… 剛才發生什麼事?誰打暈我? 誰呢? 阿叔 可能最近天雨露環 我那間房子日過失修 忍治, 吃屎撲下 你又覺醒下來一口 撲暈你那樣, 對吧 你怎麼在這裡這麼恐怖? 我還是以後都不再上來了 小心, 你看他在我有沒有事 湯圓, 我這裡裝上網絡鏡 二十四小時長開 我看到剛才你沒有反抗能力 為什麼又會打到李莫什這樣? 剛才真的很驚險 真棒 如果我在五秒之內 不封住那七個月 我就會由極度恐懼變成極度暴力 對, 到時就見人不斷打 打得要變豬頭才會停手 不要呀, 阿叔 不要呀 阿圓… 還好嗎? 原來你看到劉昇宇的終極 反應是變成超級無敵暴力男 是呀, 這件事我一直無法克服 是否我還敢找女朋友 不用找 我想吳旺大的女戰士 可以符合你的條件 好呀 不過我們粉細隻族還有一條例子 如果我梅人做得不好 要讓我們全族人打足三代 是呀? 是呀, 師父 我之前好像感覺到 你想幫我做梅人, 是不是? 不是, 一定不是 你們幾個都聽不懂 大家千萬不要做這些事, 知道嗎? 好 好… 記得了嗎? 好…